大家好,我是燕子,我是开早餐店的,我今天在店里干活了,因为今天缺员工 现在燕子擀的是土豆丝卷饼皮,每天都会大批量的生产,然后直播间了,也教老铁们制作了 今天燕子要教老铁们擀方形,擀完方形之后再改成一个小圆 擀面杖,下擀面杖的时候要在中间下,不要擀出去,一定要把面堆积到边沿 中间受力,然后左右擀的时候也是中间受力,然后不要擀到边沿,边沿还是留一块面 就这样反反复复的擀,当你的后面一直在堆积在角的部位,然后就会自然成了一个方形 这个直播间里燕子已经讲了很多次了 老铁们,在观看视频的同时,帮燕子点一个免费的小红心 没有关注燕子的,给燕子留一个关注 这样反反复复擀完之后,然后它的边沿也许会略厚一点 所以擀面杖要擀出去,这个时候把饼擀均匀 不要让它边沿厚,这时候要擀圆,擀圆的时候就是擀脚找圆 从脚的部位擀出去,也是不要擀到头 这边也是不要擀到头,然后相反方向 在另一个脚的位置下擀面杖,还是不要擀到头 这个时候再找一找,薄厚度就可以了 我只是把我会的分享给你 会的老铁们,还有改的比我好的老铁们 别咬我 别咬我 对不起 我也bold copy 看 之后 他们不努力 但是